錄這一篇怎麼更改上傳字體 那維克斯在新版的功能 它新增一個可以上傳自己喜好的字體 那怎麼去更改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 Mac系統 所以它預設是像微軟真黑體 但一般在微軟的字體上面都顯示是新明細體 那我們現在看怎麼改 可能用英文會比較有效果 我試試看看 1 2 3 4 5 OK 好 那我們現在怎麼改字體 這邊有一個fonts 這邊字體 然後有一個叫upload 我們可以把我們下載好的字體上傳上去 那我下載一個007的黃金眼字體 好 上傳之後 就多了這個007黃金眼的字體 那特別注意它可以上傳的檔案格是 TTF OTF WOFF2 還有WOFF 這幾個檔 副檔 副檔名是這個 而且限制大小是1.5 好 所以說像一些中文的字體 特殊字體啊 應該是沒辦法 因為都超過1.5 1.5 然後這個007的字體 oL D oL D o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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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就完成這個 字體上傳的更新的 那特別注意點 這個新版的 維克斯系統才有支援這個字體的變化 你看 選這個編輯字 文字 然後 這邊 嗯 中文對這個沒什麼影響 那我們看一下舊版的 那是舊版這邊呢 你看 它就沒有這個 支援這個字體上傳的部分 ok 那以上分享到這裡 這邊 呃補充一下 如果要下載字體可以從這個 這網站下載 ufonts.com 那廣告蠻多 大家可以去 找喜歡的字體 類別的字體 哦 我們可以做的 筷子 做得好